我們看這一筆 他說老師在抹彈簧下端 這是一個彈簧 下端逐漸加上砝碼 測得彈簧全長 這是全長 跟那個砝碼重量之間的關係 如這個表 試回答下一個問題 我們看第一小題 彈簧原長度多少 這A20 A20就是你沒有掛碼碼的時候的長度 就是那個沒有掛碼碼的話15公分 所以原長是15公分 再來我們看第二小題 有表中資料 該彈簧彈性限度約為多少 我們先來看 一開始的話 就是說你放20公克的話 他彈簧深長的公分 那深長一公分的話 代表幾顆呢 就是深長一公分的話代表幾顆 就是說這個彈力長處 事實上是彈力長處 這等於多少呢 這個二十公分 這個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二十公分 掛二十公分上去 每增加二十公分的話 他彈簧深長五公分 所以呢 他每公分的話代表什麼呢 代表四顆 四顆重 每公分 二十公分 這個都是一樣 這個呢 當你增加五公分的話 他是呢 代表呢 這個是 二十公分 這個也是 二十 這二十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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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公分 五公分 這五公分 但是從這裡的話 他這個放 多放二十公分的話 他深長八公分 所以這裡的話 就已經超過了彈性限度 也就是說 他的彈性限度的話 大概多少公分 在這邊 所以大概是 六十二公分 這裡有五十 那五十還沒有超過 六十二差不多了 八十的話 當然已經超過了 因為在這裡的話 就已經產生 就是產生 就是 這次中間就已經超過了 所以答案應該選B 第二小題答案應該選B 就是那個 六十二公分 超過六十二公分的話 就超出他的那個彈性限度 答案選B 好 再我們看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 他說 若改換另外一路 結果彈簧生長十二公分 彈簧生長十二公分的話 就是十二公分的話 那代表多少 代表這個 該重物幾 該重物多少公克 那你就是多少 我們知道生長一公分代表四公克 現在生長十二公分代表多少 代表四乘以十二 等於多少 等於四十八 這個是他們所謂的彈簧常數 這是生長兩 四乘以十二是四十八 四十八公克 所以答案是四十八公克 給我救你 還有一分神 讓我去驚醒 打托 打托 打托